這個 我覺得 他就覺得我不強 他就覺得我不行 因為 我那時候會輸給他是因為那個 他打我蟑螂三線 那時候我們打大都會 我是神族 他是蟲族 然後我還記得點位 我是在右上角 還是左上角 然後他就用蟑螂打我三線 幹 我那邊把三個礦 然後都是蟑螂 我就被A包 然後卵球那場我也記得 卵球那場是打薩 薩 薩 呃 薩爾那加洞穴 然後卵球就是 也是雙線就直接把我打崩 對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 烏龍那場我記得是4BG打4BG 我有點忘記了 那烏龍那場我真的沒影響 對阿 然後就輸了嘛 然後烏龍就說他覺得我OK 然後卵球說 我沒什麼意見 就是看你們 然後收貝爾就 力排 他就是覺得不行 就是他覺得我這樣子的話 進來是不夠強 所以是收貝害的嗎 對 是收貝 所以我才沒進大學 然後後來 他就說你再回去練 你再回去練 然後練一練 你就OK的時候你再來找我 然後我就 喔好 我就練 我就苦練了兩個禮拜之後 我覺得我夠強了 我就說 那個 我就說那個 收貝我們再來烤一次 因為卵球他說OK嘛 那當時Rush要進Rush的話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條件就是 人族 神族跟蟲族的考官都要同意你才可以進去 所以我就又去找 找收貝 然後我們再考 就那一場 又是大都欸 我在左下角 他在右下角 就他媽的雙框樹飛龍 他飛龍飛過來的時候 我他媽那個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就直接爆 飛龍過來我就直接爆 然後 他就說 我覺得 你還需要練一練 當你 當你 可以加入Rush的時候我相信 你的實力已經到了魔龍境界 大概講類似的話 然後我就 喔 好喔 然後後來我又 第二次考試又沒過 我就 我就沒有進Rush 然後那時候剛好那個 Stone戰隊這時候就是 Stone戰隊的 叫那個隊長 呼呼那時候他就是說他有 他有一個理想他想要 就是創出一個戰隊可以跟Rush抗衡 就可以抗衡 這樣子因為 一個 一個遊戲的生態啊 如果說你的戰隊就只有一支賭大 其實這個生態是不健康的 所以他想要創出一個 一個 新的戰隊可以跟Rush做 就是那種 就是有點 碰撞 有點這種碰撞的感覺 就是大家 就是 就是不會只有一個賭大 是兩個都很強的戰隊 這樣子 這樣子 台灣星海的那個環境才會 更好 對 所以那時候 我就 我們那時候就是集合幾個背景 像我就是星海一背景嘛 我是魔獸 我是魔獸世界的尼尼小會背景 然後那個 像阿吉就是 魔獸爭霸3背景 有很多魔獸爭霸3的那個 玩家那時候就是到Stone戰隊 然後 我也過去了 所以才會 有Rush戰隊 跟Stone戰隊 這樣 就是 當時的兩個最強的戰隊 就這樣子 我沒有黑收背喔 我只是說 那時候沒進 是因為 收背說我不行 我沒有A他 對 然後 其實 還有一個原因啦 就是 因為那時候Rush戰隊 有70% 的 的 隊員 都是神族 那時候可能 可能 譬如說12個 Rush戰隊的隊員 可能12個 我假如 12個 裡面大概有7個到8個是神族 所以那時候其實他們真的不缺神族 他們缺的是 人類跟蟲族 所以說 神族要進去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進Rush 就是Rush 立Rush 是不是Rush 應該是 吧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職業玩家跟玩家分別在哪裡喔 差在有沒有領薪水啊 我覺得啦 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 今天 今天我超爛 但是我 打星海有薪水拿 這就是職業玩家 對不對 職業啊 你把他當作職業啊 字面上的意思應該這樣 你把他當作職業 而且你可以靠他尾聲 叫職業玩家 那一般玩家 你可能 打星海你打 打半天 你還是靠你媽養 這就不算職業喔 我覺得 就是 如果你媽今天不養 你會餓死 那我覺得就不算職業 你只是 玩的比較兇的 重度玩家 所以我覺得 能不能撐上職業 應該算是 你有沒有以這個東西 賴以為生 叫職業 我覺得啦 這是我個人的 認知啦 每個人看法 可能不太一樣 對吧 MN跟YY哦 NN就是月啊 Month Month 這是月 YY是什麼 Year 是年 所以 MN跟YY就是幾年幾月生的 不是什麼被虐跟那個哦 什麼 什麼YY的 不一樣 那是宅男嗎 不好說啊 為什麼陸戰隊打針攻擊會變強 不會啊 陸戰隊打針攻擊不會變強 他是打 他是 射的變快 他射的比平常還要更快一點 因為聖上劍術嘛 所以讓他射的更快 Dragon哦 不算啊 他是 他算是職業實況主吧 不算是職業選手 但他以前是職業選手 沒錯 他以前是Slayer Dragon Slayer Dragon 但是他後來離隊之後 他就變專 那個專職實況主 那時候 走那麼久啊 要10分鐘 揮打現在會有給自己什麼目標啊 沒有啊 沒有什麼特別目標 現在還有戰隊存活嗎 剩下閃電狼不是嗎 剩下閃電狼 不是念Dragon嗎 來來來來 讓我們Google一下 我們要時事求是 哇 哇這發音 Dragon 是不是跟我講一樣Dragon 三族階神 有啊有一個選手叫胎甲 他三族都是 呃他重組我不知道 但是他的神族 說到胎甲我就要講一下 胎甲神 我先讓我講完 幹你幾掰了 我跟你講神族 胎甲他打天梯開直播神族 打到中式前二十 人類就不用講 一定是中式第一的那個等級 那你要說什麼 說到胎甲 我在打贏聖的前一場 我在天梯上連續遇到胎甲 兩場他都是重組 然後 我用幹掉聖的那一招 被他手下來兩次 太驕傲了吧 太驕傲了 太驕傲了 目前最強神族喔 zest吧 以靜態來說 靜況來說 應該zest 爬丁這種 爬丁我不知道 其實我真的爬丁比賽看得很少 但是 以靜態來說 靜況來說應該zest最強 職業玩家跟一般中式玩家差 實力差在什麼地方 實力這種東西很難界定啊 你職業玩家不代表你實力比較強 但你 你是中式 你實力可能不會輸職業 但是你沒有靠這賺錢 就不是職業啊 你就是玩爽啊 我媽啊我玩爽打到中式前十 我就職業嗎 不是啊 對 我要有這個 我的感覺就是 你有靠這個賺錢才叫職業啊 就是譬如說有資薪水啊 或是你 你每次就是 你這個打到很強後 你靠這個打比賽 然後打獎金 對 這樣子可能算職業 對 那你如果只是打到中式前十 那你也不打比賽 你也沒錢 那你這樣算職業嗎 你只是一個比較猛的 比較猛的重度玩家耶 我只能這樣說 好 就是 那我 alde 華麗 星海 Fach 八 之後 什么 我 看到 你 希望 這樣子 Kunden 你的中文有點不通順 我再講一次 輝哥覺得自己打職業時哪時 真的覺得自己進步最多 你可以把這一次 進步最多應該是 當然是剛進職業的時候 那時候毛起來練對不對 剛進職業那時候大家都廢物 當然是進步最快啦 剛進職業的時候 職業玩家跟普通玩家心境差在哪 這種東西有點模離兩可耶 這每個人不一樣啊 你有可能職業玩家 你就是每天都很害怕哭哭臉 這樣也不練習 職業玩家會被嘴 職業玩家不會被嘴 職業玩家也被嘴阿 他說這麼爛也敢來打比賽丟臉耶 職業玩家也被嘴阿 這個不是阿 不能這樣說阿 而且職業玩家那麼多 每個人的生長環境都不一樣對不對 他可能找那個從小就是被人家虐大了 虐大後來他自己就變職業選手 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在 新海爭霸世界裡面出人頭地 跟一個從小到大的就是 家境富裕對不對 每天含著金湯匙走來走去 上課也含著金湯匙 下課也含著金湯匙 一直含著 一直含 含到你都上職業了 你還在含 你覺得他們兩個心境會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阿 一個從小含到大一個從小被操到大的 這兩個打職業他們的心態一定不一樣阿 他們的心態一定不一樣阿 我收入算穩定嗎 我有接賽評應該算穩定吧 呃相對來說比較不穩定阿 因為哪天可能賽評沒了就爆啦 對就升直播了 所以算是 以現在來說算穩定 但是以未來 未來性時間拉長的話 可能算是不穩定的 職業賽有拿過什麼冠軍嗎 輝哥職業賽有拿過什麼冠軍嗎 有阿那個 星海 星海TSO元年 總冠軍 就是我們 熱身鋼鐵人 我們有拿過一個冠軍 熱身鋼鐵人 喔你是華僑 CJHERO92 抱歉抱歉 你是華僑 呃 反正你的那個意思應該說 我什麼時候進步最快 應該是剛進職業那時候 是進步最快 有什麼進職業的方法 上下已經沒有了喔 上下已經沒有什麼進職業的方法 你上下進職業就是 你把HATS屌虐十場 然後他一場都贏不了 你就進職業了 好不好 這個方法最快 屌虐他十場 然後你就把RB寄給JOJO 說哥屌虐他十場 不牽我嗎 然後 不牽我呼 然後這時候JOJO就會 可能就會去找你 齁 這是進職業的方法 屌虐 HATS屍場 輝哥覺得跟阿吉PK自己開 但是 91開啊 這有什麼好講 有啦 來 69開吧 我9你6 69開 你有挑釁我有用嗎 沒有用啊 不是他都 他就不跟我打 有什麼辦法 我覺得差不多啦 我隨機打阿吉的人類 應該就差不多啦 別騙喔 差不多阿 但是其實 認真講 阿吉最弱就是TPT 對 所以我就算隨機到人類 我也是有勝算 我TPT不是最弱的阿 喔真的喔 你什麼最弱 打神族喔 TPD TPD喔 對阿 好阿 我TPD最弱 阿我覺得我隨到神族跟蟲 應該都不會輸阿 唉唷 如果說你TPD最弱阿 那你這樣之後 我隨到人類的時候你會贏阿 欸你還不一定會贏阿 我打人類有信心 我人類有鑽石 快大師欸 欸 我人類打大師 人類是一直都贏的 不要嘴炮 沙拉來打 我這幾棒都還會不打 我們沙拉去來 撥酒 喔你什麼時候要跟我撥酒 你要等我回來嗎 等你回來你要去哪 喔 下禮拜要去那個嗎 下禮拜要去美國嗎 美國哪裡阿 我也不知道 幹你去美國哪一個州都不知道 不知道阿 我只知道去那邊撥比賽 喔撥比賽阿 所以你回來以後 我回來以後 我還有可能 可能要去撥比賽抗 喔 所以你回來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來一場 男人對決 撥六九 最快大概撥比賽 我們就撥六九好不好 我們從早上八點開始打 好阿 撥六九 撥六九 我不會再剛回來 好 我不會再剛回來走走 我不會跑到明年 我今年就可以跟你打 好不好 今年可以跟我打撥六九對不對 對對對 就剩下三四個月而已阿 要不要什麼賭注之類的 撥六九 好 我們到時候再想 反正就撥六九 就撥六九 0 2 賽平收的算長阿 我又不是 又 除非你是像那個 格麗娜那種就是 簽下來 像 記德腦絲 他就是簽下來的 對 那種簽下來的那種就 那種可能就是 固定月星 但我不確定喔 我不確定 我只是覺得 那個應該是固定了 那像我們這種 一場次還算就不是 誰訂閱 感謝TKBOX 你的NNYY搞定了就對了 TKBOX感謝你訂閱 你看訂閱還可以學NNYY是什麼意思 多棒啊對不對 感謝你 謝謝你 好13-18歲 未來的路 就開直播吧 坐賽餅拔衣 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研究一下怎麼投資吧 虐我 虐我10場 GRP給99 應該有用喔 如果你可以虐我10場 GRP給99 他應該會考慮 然後如果說你年紀又小 你什麼都小 他真的會考慮 如果說你年紀夠太大的話 他可能就不會考慮 就你可能是他今年28歲 你虐我10場 然後你28歲了 然後你寄RP給他 他會問說你幾歲 然後你說你28 那他可能不會考慮 因為你已經 28歲就已經 已經開始是走下波了 就是打電競來說已經走下波了 所以可能就不會 但如果說你今天18歲 你連贏我10場 連贏我10場 我一場都沒機會 連贏我10場 然後這都把RP寄給結束 或許是有用 我覺得或許 他可能會考慮 但是如果是 屌虐 S10場 那應該就會進去了 你屌虐 S10場 你就算28歲 他可能也會 可能會考慮 要什麼方法可以讓星海快速進步 我覺得 星海沒捷徑 為情是岸 星海沒捷徑 為情是岸 不過還是有捷徑 就是 就是你要 看RP 然後去分析 就是你要看高手RP 或是高手VOD 然後去看他怎麼打 把他流程抄下來 用 模仿的方式 我覺得模仿是進步最快 不管是你做什麼 不管打星海 或是打 看你要打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 我覺得模仿是 就是你如果是初學者的話 模仿絕對是進步最快的方式 因為你是直接 把人家最精華的部分給學過去 模仿是絕對是最快的 星海下一個龍井 星海3吧 如果說真的有的話 我是覺得可能星海3不會出 不知道 魔獸爭霸4 而且要出 也會先出魔獸爭霸4 如果真的魔獸爭霸4 感謝 乾 好 利 送 乾 好 利送 感謝 你訂閱 乾 好 利送 謝謝你 乾 那個 我問過那個 魔獸 魔獸爭霸4 有可能 因為 如果說照之前都是星海1 然後魔獸爭霸3 星海2 那接下來應該是魔獸爭霸4 還對啊 所以我覺得 要出也是先出魔獸4 再是出星海2 和星海3 欸 我可以 可以打 感謝你 乾 好利送